欢迎光临沙宇 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 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 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今年是北韩前领导人 金正日死掉之后的 第10年 因为这绝对是个国伤 所以北韩人被规定 11天都不能露出笑容 来纪念伟大的前领导人 这个规定不只是笑容 任何酒精类饮品也都是被禁止的 因为不能在哀悼的时候饮酒作乐 金正日的祭日是12月17号 在祭日的那一天 也不能去超市杂货店 买任何生活必需品 在这11天内 也不能进行任何娱乐性质的活动 就算你一脸悲伤的进行娱乐活动 也是不行的 如果你的生日是在那个期间的话 那就真的很抱歉了 没办法让你过生日庆祝 但不能开心庆祝之外 更糟的是想嚎啕大哭也不行 如果你的亲人正好在这段期间过世了 你不能大哭崩溃 尸体也马上就会被处理掉 金正日从1994年统治北韩到2011年 当时他69岁 心脏病发死掉了 后来才由儿子金正恩寄任 金正日当权的时候经历了北韩最黑暗的时期 像是有1990年代的饥荒 四年的饥荒当中就死了北韩350万的人 其实金正日和他的爸爸金日成的忌日 每年大家都需要哀悼十天 但是因为今年是十年的纪念 所以就多加了一天哀悼日 如果你在哀悼期间喝酒或是太开心的话 你就会被以意识形态罪犯的名义逮捕 然后再也回不来 这对警察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因为他们的工作变忙了 他们要到处去巡逻 看看有谁看起来不够难过 其实监督这种工作也是不太简单的 警察甚至因为勤募太过繁重 每天要去观察大家的表情 有没有偷喝酒 轮班轮到没办法睡觉 另外政府也特别下达命令 要北韩人去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人 不过这可说是强人所担 因为现在这个时期 北韩也正面临失误短缺 但在纪念金正日的同时 金正恩也很担心金正日时期的那种饥荒 再次重蹈覆辙 不过随着领导人的继任 每个领导人死后 如果都需要十天来纪念的话 那是不是以后一整年当中有好多时间都必须要在哀悼中度过 听到脑神经外科医生或是火箭科学家 通常我们都会假设他们一定比多数大众还有聪明 不过新的研究指出可能未必是如此 研究人员一直努力想要在各式各样的行业当中 找到从事哪个行业的人会是最聪明的 结果最后却好像发现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悬殊的差距 研究人员针对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的神经外科医生 还有太空工程师做研究 他们让受测者做各种认知测验 包含了情绪辨识还有仪器操作等等 之后他们会用英国的智力测验的标准去评估他们在各项测验中的表现 评估他们的认知能力、计划能力、理性的能力、记忆力、注意力、还有情绪 结果火箭科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除了两个项目以外 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类似的成绩 火箭科学家在心理的控制技巧比较好 神经外科医生在解决语义学问题比较突出 然而当把他们的成绩与普遍的大众做比较的时候 却发现火箭科学家在任何领域都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神经外科医生虽然在解决问题的速度上比一般人快 却在回想记忆的速度上输给了一般人 研究人员说他们做这个研究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认为特定职业的人就好像是万能的 就是他们超聪明 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是随时都需要他们的专长 所以也不需要假设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做得比别人好 版权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公司逐渐增加的掌控权 一般人能够对版权内容做合理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少 在网络上版权的拥有者有权利去检查所有被上传到网络上的档案 两年前欧盟又在一个有争议的投票后过了一个版权法 就是说需要一套系统在任何内容上传以前就可以做版权的审核 然而他们做的系统实在太烂了 以至于在欧盟的成员国当中实行发生困难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YouTube也用了类似的做法 Google做的名为内容ID的数位指纹系统 这套系统花了他们超过一亿美金 在2018年的时候顺利完工 花了这么多钱就是希望可以提前察觉并阻止版权的问题 不过版权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 这个上传审核系统没有办法靠演算法 自动的去符合这个世界上复杂的版权法 因为版权的东西就连专业的律师也常常会持不同的意见 而最终就导致了过度去抓版权的状态 在2021年上半年 YouTube就对7亿多个影片进行了版权警告 其中99%都是透过他们的内容ID去抓到的 虽然说他们的内容ID技术已经相对准确蛮多 但还是有很严重的烂抓心情 有将近400万个影片上传者认为自己是被无赖的 其中有60%被无赖的人最后经过申诉 有被还了清白 但也就代表说剩下的200多万个创作者的内容都没有被救济 老实说在网路上创作内容费心费神 结果被版权警告 很多创作者他们常常就是放弃了申诉 所以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系统烂抓的情形 如果你觉得YouTube烂抓版权的状况已经很糟糕的话 那就不用想象如果欧盟把他们的版权审核系统 普及到整个欧洲之后 网路会变成什么样的创作地狱了 YouTube是因为Google花了这么多这么多的钱 才做了一个勉强勘用但还是问题百出的系统 重点是他们只处理影片跟音乐的问题 而欧盟想要做的是任何的档案 不管是文字、图片、地图、软体、3D模型 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都一网打尽 也许会引来一个创作沙漠的时代也说不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蛋糕的经验 做蛋糕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cream cheese 好像大家买的都是同一个牌子 就是由Craft出厂的那个Philadelphia的起司鲜奶油 这款商品已经是多年长红的一个 做起司蛋糕之类的蛋糕必备的材料 不过现在他们却推出了一档反面行销活动 希望大家不要把他们的货架一扫而空 因为这个起司鲜奶油已经是一年内最难买到的商品之一 平常你如果想要做蛋糕的话 去一些超市啊或是杂货店逛老半天 都找不到半个起司鲜奶油 因为疫情期间做蛋糕的人数创了历史的新高 2020年起司鲜奶油的需求量更是比2019年上升了18%之多 到了2021年还是高居不下 大家在疫情期间都一直疯狂的在家里做蛋糕 这个起司鲜奶油不只是一般人在零售商店买不到而已 缺货的状况是连大城市的贝果店都愁进不了人物料 Craft说他们已经扩大投资了几百万美金 要增加这个起司鲜奶油的产现 来满足大家的需求 不过在这个美国人要开始疯狂做蛋糕的圣诞节前夕 他们只好祭出这个行销活动 给你20块美金的现金底用券 拜托你暂时不要去扫光他们家的起司鲜奶油 这样子的一个行销活动 只要在网站上面做登录 就可以获得这个20块美金的底用券 让你之后再去他们家的商城消费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鲨鱼的朋友 记得帮鲨鱼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在Apple Podcast帮我留心心 写下你的评论 然后对鲨鱼新闻内容有任何想法的话 都非常欢迎在任何留言区的地方 写下你的心得 然后也可以在就是YouTube的留言区留 我会比较容易看到 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女友的纯粹不语心批判 你没有时间更长主题性的内容 可以陪伴你度过失眠的夜晚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听说动物 是我的新节目 会在每周五跟大家分享一些动物的小知识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YouTube频道 追踪我IG 然后鲨鱼的话 在每周二四六继续顺利与大家相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